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骑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做的这款是阿帕奇所推出的霸宴 那么这个家伙的话呢 如果你看上去呢你可能还不认得这个家伙是什么人呢 但是我对他真的是还蛮熟悉的 在数年之前可能已经有七八年前了吧 有位住加拿大的同好朋友呢 赠送我一款八抗配色的这个run page 应该是狂暴 但是当时也有说是叫做魔械 他是BW头的一个人物 他使用了领袖之证 Deluxe Class的密卡灯的模具呢 下去做改色 还有改头雕的一个玩具 算限定版了 然后呢我们的阿帕奇的话呢 这一次呢 一样的使用了同样的模具 做了两处的小改模 还有整个配色的话呢 重新做一个改变 改模在哪里呢 第一是他的一个这一块部件 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阿帕奇的版本呢 是可以做一个前后翻转的 这个在变形底线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再来就是他的这个地方 由于头改了模的关系 头整个变大 旁边有这个尖刺出来 所以他这个挖的这个洞啊 也跟密法登的这个洞的大小呢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这两处的一个改模的话呢 算是蛮有诚意的 再来以涂装来说 我必须要赞美一下 正版的这个配色真的非常的好看 他的这个建层啊 过渡做的非常的漂亮啊 都是火焰燃烧的感觉 有一个红到橙色的过渡 这一次阿帕奇的话呢 极尽所能的呢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涂装 我不敢说完全一样啊 确实也是有一个差距 但是呢七八成 甚至八九成的一个程度也是有了 当然除了这些部分之外 他有一些地方呢 也是增加了一些 他们的一个一个想法 像这一代 这块部件 有一个橙色到紫色的过渡 而原本的模具 则是整个是红色的 但是呢 原本这一圈银色的这个圈 这个这个涂装 因为改模的关系 他们就没有这么做 而取而代之的呢 是加上一些其他的点缀 然后在一个头 车飞机头的部分 你看原本的模具 具有黑色 但他们是没有的 那中心这一代的话呢 他们多了一些紫色的一个涂装 而原本的模具 这整片是银色 两者 哪一个好看呢 这个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改变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炮 阿帕奇的话呢 是弄了一个透明部件 把它包起来 以及它其实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是头部了 这个原本的这个正版的模具 它这个头露出了一半 以上在外面 但是阿帕奇的版本 改成这样之后呢 基本上只有露出头顶了啊 所以这个头型 还远远看有点像米卡登 电影系列的 一到三集的 米卡登的一个头吧 我个人觉得这个改变 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它的这个头雕 待会变形成机器人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欣赏一下 然后模具的紧实度啊 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好 原本上 基本上的话 你只要扣住三个地方 就这里一处 还有这个 这个没扣好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枪 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武器 我这款是不能发光 是不是本来就不能发光啊 对 然后这个地方 也要扣住 反正你左右两边 扣住三个地方 各扣住三个地方 就没有问题 然后底盘 给各位看一下 但是这个这个模具改了之后啊 他们这个 要平放在桌上的话呢 是对我来说 是有一点难度啊 不是说能够 很轻易放得很好 因为它无论如何 都会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啊 相较于正版的模具的话呢 是比较 比较这一点 就是感觉是比较差了一点点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以目前这个模具呢 他们推出的 金服版本的米卡登 透明版本的 还有这一款 霸焰来说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一款的 一个关节的紧实度 各方面来说 我个人觉得是最适合把玩的 透明版 太过紧 太过尖锐了 那这一款的话呢 是恰到好处的 变形的过程的话 就不掩饰了啊 都非常熟悉了 我们直接看到人形的比较 身高的话 当然大伤非常的多 它比 无一级的玩具呢 还要再更高大的多 两者的话呢 最大的差别 当然就是头雕的改变 我们直接就看到头雕吧 先前的这一款的头雕呢 也是有一点意思啊 两侧都有尖刺 然后嘴巴的部分呢 有像是终极战士 大陆叫做铁血战士一样的 这个獠牙往前面包过来 眼珠子的话呢 这是绿色的一个刻画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 更加有超级细机器人的感觉啊 它这两侧这个尖角啊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耶 这个像是闪电一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中间的话呢 这个嘴巴的话中间像是一个 切割开来的一个感觉 你也说不上这是口罩 还是它原本的一个嘴 眼珠子的话呢 一样是绿色 而且还是有点金属绿的感觉 这个头雕 我可以说是要给到很高的分数了啊 那这个尖刺的话 是比较会扎人的 在变形的时候呢 由于头部呢 要穿过这个孔 所以大家在白的时候就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就行了 再来是它一个背后的背包 它呢是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翻折啊 所以呢 背包的部分呢 从正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后面 你看背后是有凸出来一块 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 模具的话已经做过一个修改 那么另外多附送的这个配件 就是两把长长的这个避守避刃了啊 那么其他的话呢 它没有附带这个暗黑星辰件 这些是Megatrol的那一款的模具呢 才会附带的 那关节的紧实度的话呢 也是算是挺好的啊 中间这一代的话呢 这一代 虽然 没有看上去 没有什么特别的手轮关节什么的 但是目前掰起来 感觉都没什么问题 那整个变形的话呢 就是比较顺手了啊 就几个模具来说的话 这一款算是关节比较恰到好处 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紧的啊 还是比较偏紧的 那我自己说一下自己的感觉吧 我觉得 阿帕奇这个做法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有意思 你把这个Barkon配 因为零售之上也有很多Barkon配色 那像这款它就改了一个头雕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梗 那Barkon像我 就我所知道 它像它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击倒的那个模具 那个装甲车 但是它好像弄成绿色 然后取名叫Megatron 那或许像这种 你就是像它已经改了一个颜色 然后你换个一个 对应的一个头雕 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idea 非常的有趣不赖 而且它的体型又做得比较大啊 这个关节啊什么的 这一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啊 非常非常有趣 蛮不赖的 这一款我是有喜欢 因为你这个头雕实在是太好看了 你完全可以当成是一个新的人物 你看像不像是这种机器人大战里头 那种超级系机器人的感觉 这个大大的胸啊 宅气气的腰啊 对不对 我说的是男子汉 不是说什么妹子啊 好吧 那就利用这一期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